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杰梗的女儿,作者安方之子,翻译彭毅 木匠心急娶媳妇的时候,附近的人全都吃了一惊 媳妇人长得白白的,身段友好,头发湿湿重重的,与紫色的和服相趁急了 而且声音也好听,那笑声就像春天的鸟 谁都在想,那样的一个男人,怎么能娶到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呢 怎么说呢,心急是一个懒得不能再懒的懒汉 从乡下出来到现在都五年了,就没正经干过活 整天不是喝酒就是睡觉 那样一个男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找到了这样好的一个姑娘呢 人们窃窃私语,其中也有人半开玩笑的故意到大杂院心急的家里瞧上一眼 心急笑笑说,是山里的娘选了送来的 这是实话,心急的母亲一个人住在大山里 住在一座小小的房子里,一边耕一片小小的田 一边竟想着贸然离家出走的儿子的事 然后有一天,她给心急寄了一封短信 你小子也快点娶媳妇吧,媳妇还是山里的好 有一个好姑娘,我让她去你那里了 十天之后的黄昏,心急仍旧躺在那里喝酒的时候 门嘎吱一声开了 对不起,想起了小鸟一样的声音 猛的一撇,只见门槛那里站着一个脸白白的姑娘 你山里的母亲拜托我了 从今天开始,就让我和你一起生活吧 姑娘一说完,也不等心急回话 就摆好木鸡走进屋里来 心急吃了一惊,喂喂,这也太突然了 她爬了起来,急忙就要收拾房间 可是姑娘已经从和服的袖兜里 掏出了束袖子的袋子,把袖子扎上了 然后,收好心急和剩下的酒 用胆子在房间里挡了起来 用扫帚扫掉灰尘之后 便开始用力地擦起矮角饭桌来了 一边擦,姑娘一边说 你山里的母亲拜托我了 说要把心急的房间打扫干净 要把衣服洗干净 要让心急吃上可口的饭菜 让心急心情愉快地去干活 心急呆呆地站在屋子中央 听她说着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这确实是娘的做法 可娘怎么知道我住的地方呢 自从离开家以后 连一封信也没有写过啊 心急胡思乱想着 因为有点喝醉了 心急不愿再想下去 她坐到了矮角饭桌前头 问 那么你也给我做晚饭了 姑娘厌然一笑点点头 心急顿时高兴起来 已经好多年没人给她做饭了 她坐立不安地问 你会做什么呢 姑娘冷不丁从右边的袖兜里 套出一个碗来 是一个大大的红碗 而且还带着盖子 姑娘把碗冬得往矮角桌上一放 说 如果是山里的风味 我什么都会做 接着 姑娘就走到水池边 淘气米切起菜来了 到了天黑的时候 屋子里已经飘满了香味 不一会儿 热气腾腾的晚饭 就摆到了矮角饭桌上 米饭 煮菜和烤干鱼 因为就那么一点材料 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山珍海味来 不过 每一样却都做得非常好吃 米饭烧得软乎乎的 竹菜不咸不淡 心急满足了 和一个人生活时的晚饭大不一样啊 姑娘用双手捧着钢材 放在矮角桌上的红碗 轻轻地放到了心急的面前 汤也快趁热喝了吧 心急愣住了 看着姑娘的脸 这碗从钢材起 不是就一直放在这里的吗 正要开口 用手一摸 红碗是热的 就像刚刚成好端上来的一样 心急吃了一惊 打开了碗的盖子 突然 一股热气冒了出来 碗里是山中土当归的酱汤 心急瞪圆了眼睛 吃惊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只听姑娘静静地说 这是我的嫁妆 让我用这碗 每天为你做山里的东西吃吧 心急吸了一大口土当归的香味 又想起了山里的娘 红碗上没有图案 只有盖子的里面画着狗尾草 秋天的狗尾草 画的都要扑出来了 那白白的穗子上 还沾着汤的热气的水珠 像梦一样美丽 就这样 从这一天开始 心急和媳妇就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 媳妇勤快急了 早上很早就起来了 做好饭 装好了盒子 叫醒心急 快起来吧 饭好了 今天是个好天气 工作肯定顺利呀 这样一觉 心急就再也睡不成懒觉了 爬起来 穿上衣服 洗好脸 吃好饭 媳妇用双手把装着盒饭的包裹举了起来 那么 精神抖擞的去上班吧 把她送出了门 没有办法 心急只能去工头那里干活去了 就这样 咬牙干了一天的活 到了傍晚 心急回到家里一看 家里飘满了饭菜的香味 年轻的媳妇总是用带子 把紫色的和服的长袖子束在身后 笑盈盈地迎接心急 你回来了 辛苦了 被她这么一说 心急的胸口热乎乎的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的感觉 晚饭时 那个不可思议的碗肯定会被端上来 碗里头 不是水芹酱汤 就是清汤 不一定就总是汤 也有时是煮煮笋 拌菊菜 或是像花瓣一样成的满满的 如同河鱼一般透明的白白的生鱼片 一打开碗盖 瞧见这样的东西 心急就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唾沫 接着 就在画着狗尾草图案的碗盖上 倒上酱油 挤上芥末 站着将生鱼片往嘴里送去 吃了一口 她说 你带来了一个好东西呢 媳妇点点头 请好好珍惜这个碗 不管今后你成为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 不管你多么的有钱 也请好好珍惜这个碗 如果你不爱惜这个碗了 我就必须回到大山里去了 心急连连点头 就这样 春天过去了 夏天过去了 到了秋天 心急又多了一份快乐 红碗里盛的东西变得更加好吃了 秋天山里的美味 一天天从碗里冒了出来 就说蘑菇吧 就有丛绳口模 训谱和砖红韧伞 也有的时候 乘着争松训什么的 叫人大吃一惊 还远不止这些呢 有时是满满一碗白花花的豆腐 搬碎核桃 有时是色彩美丽的半菊花 有时是鲜黄的糖水煮栗子 而每当这个时候 心急就会想 碗是一个多么温暖 多么好的餐具啊 这碗不管装什么 看上去都好看 媳妇满足地看着心急的那个样子 娶了媳妇一年多 心急从骨子里变成了一个勤劳的人 身体也结实了 气色也好了 酒也不怎么喝了 心急每天带着一个大盒饭箱子 去工头那里上班 到了中午 大伙一打开盒饭 又数心急的最多最好吃 就因为这 心急干活也更加卖力了 而且 每天吃一碗山里的东西 心急的手腕不可思议地灵巧起来了 不管是拉锯也好 抱抱子也好 伙伴里再也没人能比得上心急了 这让工头喜欢上心急了 不断派给他新的活 攒下不少钱 于是有一天 心急给媳妇买了一块新的合服料子 偶尔也穿穿别的颜色合服怎么样 可是媳妇却摇摇头 难为你一片好心了 可我最喜欢紫色的 说完 媳妇就把料子原封不动地收到了壁处理 心急有点失望 那之后 心急又买了各种颜色的袋子 披肩和木鸡 可哪一样 也没有让媳妇高兴过 难为你一片好心了 可我最喜欢紫色的 心急又失望了 然后又过去了好几个月 心急对媳妇说 鱼店里卖鲦鱼的生鱼片了 偶尔也想吃点海鱼啊 媳妇默默地去买钓鱼了 第二天 心急这样说 下回想吃上等的羊羹呢 糖水煮栗子已经吃腻了 然后又说出了这样的话 山里的东西怎么说 也是有一股子土腥味啊 蘑菇呀 山蜀呀 偶尔吃吃还行 总吃 总吃就腻了呀 每当这种时候 媳妇还是按照心急说的去做了 但脸上是一种凄凉的表情 渐渐的 不再用那个不可思议的碗了 于是一开始 觉得那么光洁美丽的碗 在心急的眼里看上去 成了一个破旧 土里土气的餐具了 一天早上 去上班之前 心急说 下回买一个新的碗吧 买一个气的漂亮 外边也带图案的碗吧 听了这话 媳妇惊讶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是睁大眼睛 恐惧地盯着心急 然后终于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以前我说过的话 你忘了吗 心急装作没听见 出了家门 然后到了上班的地方 她像往常一样干起活来 可不知为什么 这天手腕怎么也使不上劲了 吃了中饭也好 吸了烟也好 活就是干不下去 为了给自己鼓劲 她又试着哼起了鼻歌 可是豹子就是不滑 锤子也种得不得了 媳妇那凄凉的面孔 浮现在了心急的眼前 我不敢说那种话 于是她惦记起家里来了 傍晚一干完活 心急匆匆忙忙收拾好工具 就往家里赶去 走在街上 被秋天的晚风一吹 眼前浮现出来的全是媳妇的面孔 请好好珍惜这个碗 她记起了媳妇那时说过的话 媳妇身上那把和服的长袖子 在身后竖得紧紧的袋子 浮现在眼前 心急不由地奔了起来 奔呀奔呀 奔得气都快要喘不过来了 总算是嘎吱一声推开了家门 可家里像洞窟一样昏暗 也没有点灯 也没有晚饭的香味 喂 我回来了 心急大声地叫着 但是家里鸦雀无声 心急进到了屋子里 她朝只有一个房间的家里 看了一圈 不见媳妇的身影 我是在噩梦里吧 心急想 可一屁股坐到榻榻米上 一听到挂中那叮叮当当的声音 她相反又像是刚从一个美梦中醒过来似的 什么都和从前一样了 媳妇来之前 家里就总是这样一片昏暗 冷冷清清的 又恢复到了原状 心急嘟囔道 然后无意中朝挨角饭桌上看了一眼 那个碗还在那里 那被留在那里的 不就是那个闪闪发亮的红色的大碗吗 是忘了吧 心急走到挨角饭桌的边上 两手轻轻地捧起了那个碗 碗又冷又清 打开盖子 里头空空的 只有盖子反面的狗尾草图案 分盖显眼 心急出神地凝视着那个图案 不知为什么 她总有这样一种感觉 越看 那就越像山里黄昏时的风景 那红红的漆 让人联想起满天的晚霞 那圆圆的碗盖 让人联想起一轮大大的落日 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黄昏啊 心急想 母亲背着筐 走在长满狗尾草的道路上的身影 浮现在了她的眼前 她又想起了一路小跑 跟在母亲身后的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白色的狗尾草在头顶上摇晃着 私下里充满了太阳的味道 就在这时 她觉得碗盖上的狗尾草的碎子 轻轻地摇晃了一下似的 心急吃了一惊 揉了揉眼睛 呵呵呵 从狗尾草碎后头 发出了那小鸟一样的笑声 喂 心急不由地冲着碗盖叫起来 在哪里呢 于是 媳妇的声音又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这里 确实是从狗尾草的图的里面传来的 心急用食指轻轻地摸了一下狗尾草的图 从那只手上 传来了一种毛茸茸的碎的手感 随后 就响起了风声 响起了乌鸦的叫声 吸一口气 胸膛里充满了秋天大山里的气息 啊 当心急猛地摇晃一下脑袋 闭上了眼睛的时候 她已经站在了故乡的夕阳里 一大片狗尾草在风中速速作响 这一次 真的是在做梦了 心急想 一边想 一边在狗尾草的小道上走着 那是一条走惯了的 让人怀念的小道 顺着那条小道往前走 有一条小河 有一座桥 过了桥有一堵石头墙 再爬上八级快要倒塌了的石头台阶 就应该是自己的家了 心急大不留心地走着 一边走一边还不时地叫着媳妇的名字 于是跟着就会响起呵呵呵的鸟一样的声音 你以为是从小道右面传过来的 可下回却是从左边传过来的 而再下一回 则是在老远的光叶举树下面笑了 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心急蹲下身子 寻找起媳妇来 她用两手扒开右边的狗尾草 朝里瞅去 只见紫色的和服的边闪了一下 找到了哟 心急伸过手就去抓媳妇的和服 不料和服一下子断开了 心急的手上只剩下了一朵紫色的结梗花 心急吃了一惊 从她身后又响起了媳妇的笑声 扭头一看 路边又是一朵开着的结梗花 她这才发现 漫山遍野都开着结梗花 它们和媳妇和服的颜色一模一样 花的笑声也和媳妇的声音一模一样 心急大不留心地走着 走呀走 走过小河 走过石头墙 从石头墙下面 她看见了那让人思念的自己家的屋顶 娘 心急情不自禁地要喊出来了 可又怕人笑话 憋了回去 又不是七八岁的小孩子了 离家出走已经五年了 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生活费 没写过一封信 这样一个不孝之子 究竟怎样开口回家呢 一边犹豫着 一边往那八级石头台阶上爬去 破旧的小房子边上 开满了结梗花 这么说起来 心急想 结梗是娘喜欢的花啊 俺不在的这段日子 娘一个人种了这么多的结梗花 心急被花迷住了 刮风了 结梗花一起摇曳起来 一边摇一边笑 呵呵呵 果然是那个声音 她好像听到屋子里也响起了笑声 心急记起了媳妇 她急忙朝家门口跑去 嘎吱一声推开门一看 家里一片幽暗 穿着结梗颜色的和服的媳妇 就笔直地站在昏暗的厨房里 瞧着这边 这一刹那 心急仿佛看到了结梗的花精似的 不 的确是花精 千真万确 就是温柔而婀娜和和服那紫色差不多的结梗的女儿 原来是这样啊 心急想 娘把自己最喜欢的结梗花 作为自己的媳妇给送了过来 然后 让俺记起了大衫 为了让俺好好干活 让俺吃了那么多山里的菜 真是对不起了 心急一屁股坐到了门口的横框上 嘟囔道 结梗的女儿寂寞地笑了 心急战战兢兢地仰头 看着那张苍白的脸 说 一起回去吧 一起回镇上去 重新做起吧 媳妇低下头 已经回不去了 我和你娘一起 要永远待在这里 你娘总是牵挂着你啊 看见蘑菇 就想让心急吃 看见栗子 就想让心急吃 别人送来了鲤鱼 就会说 心急喜欢吃鲤鲤鱼片 整天光这样唠叨了 所以 才会给你这个碗 才会让你成为了不起的木匠 一直到回到山里的那天 每天都能吃得上山里的美味 所以 一定要回来啊 到回来那天为止 一定要珍惜这个碗啊 这个碗 心急朝下一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心急已经做到了 磨坏了的榻榻米上 眼前是挨角饭桌 那个红碗 就那么开着盖子 放在挨角饭桌上 碗盖上 线条分明地画着白色的狗尾草 抬头一看 自己正待在大杂院那昏暗的房间里 屋子里除了他 没有一个人 挂钟慢慢指向了六点 就这么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